这赛季事情较多有戏打得少 上周才把号打到王者 而赛季末的王者水分比较大 所以这个上分方法是一个玄学 仅供参考 S13赛季上分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首先说说难的地方 当你连胜或者MVP拿得比较多的时候 L机制会给你匹配到平分低的队友 而这部分队友大多都是水平略低于当前段位的玩家 除非你的段位远高于当前段位 比如王者一星的水平打星的5 启用的英雄是打野 或者编路才比较好上分 当然也不绝对 小编在钻石5的局拿打野也会偶尔翻车 其次是简单的地方 成也风云 半也风云L机制能在你经常carry的时候 制裁你 那你也能利用L机制上分 如果能打到星相机以上 一般这个段位队友会有一定配合了 在这个段位队局平分 在队伍里排第4第5左右 这样的低平分能匹配到较为正常的队友 甚至是大腿 下面就开始说说 小编上分的方法 首先得取个名队吧 就叫随人上分法吧 先上战绩 只有一把三排 其余都是单排 且上中下路击打野 辅助都有玩到 从星到三一星开始 15连省的王者隐星用时较长 12月3号到12月5号 敲黑板 重点来了记得作笔戒王 保持低评分 从战绩可以看出 12月3号到12月7号的7场对局中 有6场都是MVP 当时小编心里其实有点怕连贵 根据往常经验 MVP加连胜的战绩 通常伴随着拜方MVP加连贵 所以在之后的对局中 刻意保持低评分 低评分主要靠降低KDA来保持 也就是说能稳赢的局小编 会多送几个人头出去 这是最好的降低评分的方法 大家如果拿捏不准送人头的时机 可以在推倒低方水晶的时候 去送泉水 不要贪心 这可能只是巧合 但小编认为这是关键 只要赢了就收手 一天最多剩两颗星 本方法并没有官方依据 但是既然12天都是这样上了分 说明还是有一定的联系 三连败就下游戏 只要三连败 基本上说明了这段时间不适合上分 可能因为游戏环境的原因 也可能因为个人手感的原因 所以大家再连败的时候就别投体了 很多退坑玩家 就是连贵太多心态炸裂才卸载的游戏 总结随缘上分法 就是低评分加不要急 每天上一到两颗星 顺利的话一个月能上二十颗星 虽然上分速度比较不慢 但总比每天打十把数四 五把好 集结约了时间也不影响心情 另外建议英雄迟浅的玩家 多练习几个英雄 靠一个位置 或者只精通二十三个英雄 不太容易上分 很多时候在四 五楼队友不让位置 就会面临尴尬的局面 所以要能学会服位 每个位置保证 至少有两个精通的英雄 最后祝大家上分顺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